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借着上一轮,我们已经用了那个就是这个角色蟹龙过后 现在我们就要来那个来试用这个剑豪这个角色 它的操控难度的话是两颗半 就是说会比这个蟹龙来的难操控 所以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游戏 可是,等下一下子啊,它又要我创建了 哇,它名字,不要紧不要紧 引名字的话,其实我有自己专属名字吧,就叫游戏试玩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哦,所以我必须要放2 因为重复了名字,大家都知道吧,诶名字太长 这样我就放... 游戏试 因为它那个,我没有办法再打勒 它5个字就算有...就算是那个名字太长 所以我就放游戏试试好了 应该没问题吧 这样子行吗?也可以诶 所以就说,它就只有4个... 它的名字就只能规定就只有4个字诶 如果是日本人玩这个游戏的话,它就不用放名字了吧 因为日本人的名字好多有超过5个哦 不是这样子说吗?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哦,它跟... 它前面的故事情节啊,还有战斗画面啊 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嘛,我们来看一下啊 哦...假如是看到这个的话,基本上就不用看了 因为以我的记忆来讲,我记得 这一幕是跟那个蟹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话,诶,怎么没有声音啊 一下子啊 诶,我开不到声音耶 是什么原因吗?它弄到... 弄到完全没有声音耶,现在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先... 先...就是走着先走着先吧 看一下是什么... 等一下看一下我...就是... 打完这个教学了,我会不会有声音 它是背景声音没有咧 但是它战斗...它战斗画面的声音还有在 哇,帅! 剑豪果然是不一样耶 超帅耶 这个游戏哦,看似2D哦 可是你们仔细看它的画面哦 它有少许的3D感的...的感... 你们自己有看到吗?就是少许的3D感觉在里面哦 嗯... 当然啦,真的还是一样哦 哎哟哟哟,声音来了哦 声音来了哦 哦,也不错耶 你看可以斩到它们不会下来哦 再斩... 诶,真的行耶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斩 哇,如果...也就是说啊 假如你的那个MP啊,就是你的Mana Go的话啦 你能无限的让它在空中不会下来耶 哇,超屌耶,这个角色... 这角色... 算强的说耶 然后我们就...等一下...一下子... 我先把我的头给拉掉先 那个好阻碍哦 我不可以...我不能按错耶 我只要按到我的头像的话,就会结束视频哦 这个的话我是经常中到不中哦 当你结束视频了过后,就意味着什么 必须重新路过哦 所以这是很悲...很悲剧的一件事情啊 技能提升后可以到达连招效果 当然,下子有一个技能的话 我也不知道要该怎么连 就只可以像该这样吧 就是...就是狂砍 然后Mana Go就发动技能 然后一直持续下去就对了吧 这个的话也算是一种无限连吧 因为真的能成功将对手打了,不会掉下来哦 OK,有了有了,现在有声音哦 就是要这种声音嘛 不然怪怪的耶 玩一个游戏玩到没有背景声音 然后可是...可是有战斗画面的声音哦 真的是怪怪的哦 OK,技能 你看啊,我再出多一次也是行哦 然后他们要掉下来的当儿...哎哟 他们血太短了 他们血太短了,真的是太差劲了 就说我只要一直这样斩斩斩斩斩 然后我把它斩上天 然后还可以继续哦,可以继续哦 当然...哎,等下我跳一下先 因为...因为它的那个... 它...它是用刀...它是用那个... 剑的关系啊 然后就变到它的攻击范围有点小耶 所以它比较...比较不占优势就是在这个地方哦 你看就这样哦 我再斩它... 然后再斩它... 然后等到够了的时候再把它往上斩 就是这样哦 它可以无限连哦 它就是...可以这样子的无限连法哦 所以它这个无限连法的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耶 可是这里唯一让我... 让我有点...有一点觉得... 不满的是...怎么今天感觉好像好卡好卡的感觉耶 当然啊,这个角色也一样啊 就说我只要不要按点击返回城镇的话 我是可以在那边自由发挥的 所以我就...回城镇啊 因为毕竟真的... 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而且又没有声音耶 怪怪的咧 OK,返回城镇 啊,竞技场 可是它竞技场的话... 哎哟,好像没有进过耶 我有进过吗 我都忘记了耶 因为毕竟... 毕竟... 玩了太多游戏啊 我的记忆真的没那么好了 奖励也会越高 其实啦,那是不用多说的吧 每个游戏都一样哦 OK,技能哦 然后是什么东西吗 等下我看一下 哦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哦 你点击任何一个东西的话啦 它都会用很慢的速度跳出的 所以你要很有耐心哦 我还有七天热哦 可能是for这个角色而已吧 因为我的那个... 蟹龙的话它已经... 已经超过...超过了吧 超过七天哦 已经好久好久了耶 装备哦 可是我刚才... 不是原本都有这个技能吗 怎么还要装备 呃... 这点的话我就有一点爬头了 我以为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了 但没有关系吧 我们就直接装备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七天热我看一下又有什么东西嘛 七天热的话应该说真的啦 不过我的事情吧 哇,七天还蛮... 还真的是算时间下去耶 149个小时哦 哦 我还强制性哦 我按不到耶 七天热那边我按不进耶 他就说强制性的要我去打光卡就对了哦 所以我就... 没有办法啊 我只好顺从他 因为我是在游戏世界里面哦 所以我就照着他的规矩走好了啦 培养美女哦 我上...我记得我的蟹龙的角色也没有到美女这个地方哦 所以... 真的是要看看一下美女到底是什么东西哦 因为他的美女等级越高 角色属性就越强耶 所以我觉得... 他美女一定有一定有什么蹊跷的吧 一定要去看一下哦 就是说... 关羽哦 啊,刘备 其实都不关我的事吧 哦,这个...这个我知道哦 这个是要... 诶,等一下,等一下,喂 哇,第二个技能不错耶 他就这样斩哦 哇,他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是真的 他... 他的前面... 他角色栏那边有讲到哦 他的控制难度是两颗星 不然是真的 因为... 他所拿的武器啊 就属于比较短 他就属于要比较贴近哦 比较贴身他才能攻击得到哦 所以他的那个难度自然会高哦 你看你看 他不像那个蟹龙哦 因为蟹龙他拿的是长矛哦 就是长枪哦 他的... 他的那个范围啊 他的攻击范围够远了 所以就变得他比较好使哦 他的这个的话就... 麻麻地啦 OK,最后一波咯 所以是... 就是说我这里掌完 我就可以收工了 诶,真的哦 诶,没有啊,还有啊 还有的话我就... 我就再来一个技能 哇,他这招还算蛮不错的 诶,他这招就是弥补他的那个... 怎么说啊 他的距离啊 他弥补他距离的那个... 那个什么 就算弥补他距离就对了 弥补他距离攻击 因为他距离真的是比较... 他比较靠近才打得到哦 所以他就用这个... 他给他这个技能来弥补哦 他是直接冲向前哦 就说怪... 那个怪在你... 在你蛮远的地方 你也可以抵达到他前面哦 加上还有攻击效果 但伤害高不高的话 就不是很清楚了 因为刚才我没有仔细看了 试评哦 其实相对来说都一样吧 你看 一样哦 7级了哦 而且我自己的那个... 蟹龙的那个角色啦 既然哦,才12级而已哦 我这个随便就是玩玩一下 我就已经7级了哦 难道他有... 他有经验值加成吗 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清楚诶 达成一项成就哦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已经点了哦 因为我跟你们说过哦 你必须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他才...他才会什么 因为他这个游戏有点慢半排吧 你看看 现在才出来哦 然后... 这里的话 你看我已经按了角色哦 我们就倒数吧 5 4 3 2 诶,好耶好耶 这轮好哦 他没有的我倒数完哦 他就直接跳出来了哦 装备 然后这个的话 对他能装两个哦 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陆陆续续里下 还会有别的装备哦 所以他现在他这里 也一定是一样哦 就是逼我 逼我跟着他的游戏走就对了哦 所以这里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不听从他的耶 因为他是强制性 是超级强制性的那种哦 当然这里的话 等一下我就说分享完这个角色啊 就是见好过后啊 我还有多一个角色也是要来试玩一下哦 就看看一下 那个角色... 就他们三个角色当中啦 哪一个比较出色哦 然后哪一个比较逊 就好像来做一个... 怎么说啊 来做一个评估吧 看到底哪一个角色 哪一个角色怎么比较容易玩吧 哇 这个真的不行啊 你真的是太进战了吧 然后就搞到他的血 他的血 他的防卫一定要很高哦 假如这样说的话 因为假如他防卫不高的话的话 他一定要贴近 贴近就是说 他一定要贴近才能攻击哦 他防卫不高的话 他很快就会刮了哦 而且不知道怎么搞的咧 我感觉下Mana 不像之前这么好 这么快咧 回的 他回的好慢咧 下的Mana Oh my god 又是Facebook来烦了 先闪先咯Facebook 哎呦 那个有一个青色的那个 项链哦 哎 哦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还是拿得到的 然后我先拿了先 OK 拿了我才 我才返回城镇哦 他就是有这点好哦 最怕一些游戏是 你已经看到宝物了过后 然后他 你已经完成关卡了 过后你来不及去拿哦 他那个东西就没有掉了 这是很心痛的事情哦 所以现在这里的话 他应该没有升 也有耶 升等哦 然后新视频 当然也是可以装备上去哦 所以现在我们就装备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装备了 他装备了那个新的物品过后 他的那些能力提升有多少 一样哦 一样是视频哦 他装备也有 可是装备的话 装备的话我一件都没有耶 装备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装备是什么东西 所以 又一张说真的我真的忘了耶 哇还要到16耶 所以那个就 还有拍吧 所以现在这里的话 一样哦 因为还是显示新关卡哦 他就是叫我一直打关卡就对了吧 可是他这里的东西还蛮差的耶 都是青色的耶 我的蟹龙的角色玩到了地方啊 打的东西至少还有粉红色哦 所以才差几个集东西就差那么远嘛 这有一点爬头耶 而且怎么现在 怎么我从那个是从 从那个城镇回游戏的时候没有声音的 但是我从副本回城镇的时候又有声音哦 我感觉怪怪的耶 可以了 我们就进入了 进入战斗了 两分钟内消灭所有敌人 哇对于他是近战来讲的话 他是贴近战哦 不算近战的 要贴近战哦 然后会有一点困难吧我觉得 所以就是可以 就只可以使命狂斩就对了啦 就是不要让对手有机会打到我 不要让对手有机会反击 看一下看一下 有啊有东西 可是是普通的耶 哇一样耶 他跳起来的话 跳起来无论你按多快哦 他都是往下斩一下 就没有哦 就没有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特别的咯 OK 我算得来 功还蛮高的吧 现在 你看我只是这么一轮咯 就没有一个可以站起来咯 可以咯 搞定 然后这个 他是给我青色的吗 没有耶 也是一个普通的耶 所以这就是坑水啊 可以可以等一下等一下 一下子啊 等一下由于今天我是真的是有 有一点病了耶 所以怎么说 呃 不是有一点病啦 是生病啦 讲到这样很奇怪 有一点病 所以我录制视频的时候 我讲话的声音也是有点怪怪的 然后 说真的 我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反应的过来啊 我在当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可能我是在说话的时候 会有一点一卡一卡的感觉 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真的是生病哦 最近天气真的很不好哦 所以搞到 搞到啊 我已经算到来的话是 陆陆续续吧 应该算病一天 然后各天好好一点点哦 然后又来继续病这样子哦 OK我们现在等待他的视频 哎呀 不错耶 终于有蓝色了哦 总算是可以见人一下哦 蓝色 然后蓝色就可以洗念哦 然后就 洗念吧 去看一下哦 有什么有什么特别 我生命加97也不错 谢谢咯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来打多一个关卡哦 然后就让他可以到十几吧 给他到十几了 过后我们再为视频做一个结束 当然 当然你们都已经看了哦 就是他的 他的战斗方式哦 是跟那个蟹龙 是差距蛮大一下的哦 虽然说两个都属于近战的角色 但是他们的范围距离啦 是有差距的 所以这个两颗星半的话是 真的哦 这游戏没有骗你哦 他真的会比蟹龙难一点哦 当然还有一个角色的话 那个的话就等待 等待一些时间吧 我再来做分享 诶我上一轮我的好像也是打到这里哦 就是那个娘娘枪 娘娘枪的那个 呃怎么说 娘娘枪的Boss哦 这里的话应该比较强吧 诶也不会也不会也不会也 就normal吧 也许是因为 也许是这个游戏弥补它的吧 它是属于要贴近战哦 所以它的弓会比较高吧 你看 因为我感觉这里的都是斩一轮哦 一轮他们就不会再起来了哦 诶还有哦 这个就比较命大吧 这两个还会起来哦 你看就这样哦 然后就直接过去 然后没有再起来的耶 我觉得这个角色蛮旺的耶 他拿到宝物的那个机率蛮高的耶 因为我蟹龙真的还没有这么好哦 也就说没有这么容易拿到宝物哦 诶 哦是哦 也是那个娘娘枪的那个Boss哦 可是它它它它是拿它是拿剑的哦 下一轮我们就 下一轮我们打的那个娘娘枪的那个是拿闪的 鱼 拿扇子 sorry不是伞是扇子哦 它其实它这样也是蛮也是可以的哦 OK没有起来了 怎么 哎呀不可以哦 我发动一个技能了够吗呢就不够哦 就不够死了耶 我就不能再接下去多一个技能耶 所以这点的话 啊 好纳闷哦 当然我就用 OK 才是我而已耶 我要使用第一个技能了 它就直接倒地了耶 OK 当然这里的话 这些故事情节我们就不看了吧 然后 在这里的话 由于我生病的关系 所以我得快点去休息哦 我真的真的 现在感觉全身无力耶 就怎么说啊 诶等下 哦还有物品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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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取消先哦 我先拿东西先哦 诶好耶它这点好哦 还有提醒我哦 不然我没有注意到就没了耶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也是要为视频做一个结束哦 当然这个游戏就叫做剑侠斩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去play商店那边下载 只要你只要打剑侠斩就有了 这个游戏 所以这里的话 就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轮见哦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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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